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希望市民们能够准时的收听 我们也会在这边跟各位市民们报告一下 本周的市政大小事 最重要的是上个礼拜我们的节目结束之后 其实我们市长有领了各位市民朋友们 我跟你们报告一下 就是大家都会很开心 其实我们上个礼拜有领了两个大奖 就是有关于2021年 就是金周刊举办的就是21个县市 县市评比 对评比有关于就是永续的环境 你知道联合国现在都在推SDGs的 就是世界各国的这种永续城市 永续城市包含了什么 包含了我们的环境 就是我们的环境力好不好 还有包括我们的空气 还有我们的零排碳 就到我们到了20 我们到2050年 我们就就是我们要宣布我们是零排碳 搭乘零排碳 零排碳 对零排碳的 然后欧洲他们有的是2030 2040这样子 然后这个代表说我们已经进入先进国家的这种规模了 对 然后再来就是我们对于地球的友善 因为地球变迁是一个目前非常一个深刻的问题 各位常常会看到那个大白熊 电视上出现大白熊 鼻子熊 对鼻子熊 它已经它躺的那个冰山 越来越小 已经越来越小 甚至融化了 然后地球的那个水 水位 水位也开始怎么样 一直上升 一直因为冰融了 然后就上升 然后这个平均的温度 很可怕 对 已经有的已经高达两度 这个就是很可怕 温室效应 对就是温室效应造成的 不是只有就是你可能每个地方 不会发生龙卷风的会有龙卷风 一般所有的就是你平断的可能 这个气候不会发生的这种奇怪的气候现象都会发生 对 也就是说我们电影曾经看过的明天购后的这个电影呢 对 所发生的一些跟地球变迁发生的事情 maybe以后 都会发生 有可能会发生 搞不好以后台湾会下雪 对 台湾下雪曾经有过 有一阵子不是到处大家都下雪 每个人都要拍他们家哪里屋顶啊阳台啊都有下雪 那这是以前都没有过的 对 对 所以这也是地球变迁一个很可怕的 很危急的问题 对 是 所以呢 我们有一些就是非常先进的国家 其实我们台湾也有参与 就是共同在讨论永续地球 如何友善这个地球 保护我们居住的这个地球 能够让它带给大家平和 而不会有这种突然大风暴雨这样子的 反扑 就是极端气候发生的机率 我们希望怎么样可以来减少 那也是为了我们后代的子孙们的着想 真的 所以其实台北市政府在这一块做得很棒 我们其实上次不是说发生了极下椅吗 那极下椅其实在很快的时间内 只要让它时间够 它的吸水跟排水 其实在台北市是做得很好的 是 我们在海绵城市 就是韧性城市这方面的努力 其实在这一次的颁奖 当中被看到了 因为大家会讲说 其实以前为什么我们没有得奖 后来今年我们都得奖 而且得的都是最大奖 为什么 原因很重要一点是 他们在做评比的这些地方呢 他们以前会把民调啦 什么都放进来 那后来他们突然发现说 我做的是一个环境的评比 还有对永续城市的评比 其实放进于就是人对某个人的观感好不好 或者是及时的对他喜不喜欢 这个其实是没有关系的 上对不客观 对这是这个比较不客观的 所以后来呢 他们就觉得我们应该把请各个要评比的21个县市呢 提供你们的硬实力 你们的硬实力是什么 比如说你的建设如何 你的对永续城市 你的保护如何 你SDG你的宣言有做到多少 等等这些 结果我们这一次提供了资料出去之后 当然他还有民调 他们民调放了25% 然后民调大概20% 然后呢 硬实力的部分占了80% 结果跟各位市民朋友们报告一下 我们台北市政府不负众望的 你看哈 我们的那个 我们的垃圾减量 我们也是做得很好 是 对我们的垃圾分类 垃圾分类 我们的回收 我们其实都做得很好 对 讲实在的 我们台北市政府 每一个人都没有用那种一次性的 就没有用一些餐具 餐具啊 餐盒 市长绝对不喝冠状水 谁拿冠状水给他那准备被K 糟糕了 对 所以呢 这方面就是我们从本身开始做起 然后市府 常常很多人都说 市长你为什么不开灯 他说我 我这边在我的位置有灯就够了 就够了这样 所以就是在这个部分呢 其实我们从市府本身 我们开始做起 从头做起 对 包括就是冷气呢 我们也是坚持28度啊 然后所以我们常常在 很热的天气 我们也感觉蛮热 边流汗边开会 对 所以呢 跟各位市民报告一下 这两个有关于 就是城市的这个 好消息 环境力的 这个它叫做什么呢 它叫做永续城市 就是永续城市的 这个奖项里面 就是2021年的所有的 有关永续城市 配合联合国的SDGs的 这个标准哦 国际标准哦 各位市民朋友们 恭喜大家 我们得到了永续城市的 特优奖 也就是第一名 很棒 鼓掌 鼓掌一下 我们都没有掌声 然后接下来呢 对于环境的保护 我们做到什么 对我们的环境力 就是永续城市的 调查里面 我们的环境力 也得到了最优解除奖 也就是所谓的第一名 对 所以对于这个城市的永续方面的经营 其实市长这六七年来 其实花了很多的心思 而也在这个地方得到了呈现 我们真的 我们的标准是比照联合国 给我们的SDGs做标准 我们去做评比出来的 所以台北市民真的具有国际联合国的 这种先进国家的 对于环境的保护的素养 真的很棒 对恭喜各位 对好 那这个是跟各位报告的 就是说 我们台北市政府得奖的部分 但是比较遗憾的就是 有一些记者 就是记写我们 对对对 其他的 其他的什么市长 我们其他的评比等等 但是 举办的金周刊特别跟我们说 奇怪我们的主题写得很清楚 我们就是永续城市 永续城市的评比 所以并不是在做其他的评比 但是在有城市的这个环境力部分的保护 还有就是SDGs的这种高水准的 的这个被要求 其实也感谢我们各位高素质的 所以台北市民们 各位这样的配合 所以我们才会得到这么杰出的奖 真的 对 跟各位市民报告 也谢谢各位市民 大家要继续保持 对 对 我们继续保持 这个很重要 一直当领头羊 对对 我们就是领头羊 在环境方面 是 环境力方面 最佳环境力方面 我们就真的是领头羊 好 对 我们不用担心说 我们要开什么会 我们要想办法 让大家不要工作 然后 不要不要 工厂不要上工 才会有蓝天 是 我们没有这样的 没有这样的 不准开工 这样 对对 然后 不知道各位市民 这个一个礼拜来过得怎么样 有没有感觉到就是 我们的疫情 又好一点了 又往前就是进步了一点了 当然我们也是听中央指挥的 指挥中心的 的说法 我们应该就是在 11月2号 明天 也就是明天 是 对 我们会有很多的解封 真的 比如说您可能可以到KTV 你可以不用戴口罩唱歌 然后你可以不用戴口罩吃饭 而且你不戴口罩 跟朋友聚会 拍照 不会被处罚 这蛮重要的 这蛮重要的 这个很多人都会说 我好久没有看到你整张脸 对 因为已经 现在只看眼睛 对 上次有请那个 对 老师来叫我们 那个秀眉的那个 对 因为眉毛跟你的眼睛 有很大关 就像我们上个礼拜 就是我们的文化局 有赞助了一个电影 叫做瀑布 那在瀑布里面描写的就是 你可能在这个现代中 就是亲子之间 他因为疫情的关系 因为这一次的疫情 所以造成了很多 比如可能确诊家庭中的一种 亲子关系的紧张关系 然后再来就是因为疫情的关系 也可能导致有一些 精神上面的疾病 对不对 对 它会造成是因为工作 是 因为你本来好好的工作 你可能因为这公司 因为疫情的关系 失业了 你就没办法硬坐下去 以至你被迫失业了 或者被迫没工作了 对 可是回家 你可能要再面临到 可能有小孩子的确诊 对 还有呢 因为收入瑞减 或者突然没有了 可是你的贷款 压到你闯不过气 你的贷款 你的生活等等 这些整整的压力 就是我们也协助了 这个影片的拍摄 就是我们希望大家能够 你有看吗 我有 有 上到里边有去看 真的 对 就是让大家切实来 因为疫情的关系 你重新去梳理一些亲子关系 还有怎么样的相处 还有就是疫情可能带来的冲击 你在当中你要如何去舒缓它 对 然后如何得到一些精神上的疏解 其实我们也有考虑到 我们台北市政府也有 就是鼓励大家有 就是需要这方面 就是协助的部分 辅导 对 一样可以打电话到 我们台北市政府来 是 就是我们会做一下 就是心理上辅导的 一些协助的安排 对 对 那那个电影 其实让你会去思考 很多的事情 真的 包括就是人生中 就是常常碰到的 你可能疫情 让你稍微可能舒缓的时候 你看又有类似一个福报谈 对 那样的事件 也随着提醒你 大自然的可 大自然可爱 但是大自然也有很可怖的地方 就说你不能去违背大自然 敬畏自然 对 对 日本也常常会出一些书来告诉你说 你要敬畏 天 对 敬畏天 对 因为毕竟这些大自然 给你 孕育了你 所以我们 友善大自然 也帮助了我们得奖 自己 对 但是也协助了我们自己 这样 对 然后 就是这个电影 其实带领大家来思考 这个疫情的部分 对于人际关系 还有工作上的 怎么样 对 你对于 我想很多企业主 跟也很多员工 同样都会面临到这样的事情 那如何去平衡这样的一种关系 不要说因为疫情当中 你因为某种负担 以至于生活过不下去 然后陷入很多的困境 而得不到任何的协助 对 所以台北市政府比较棒的地方就是 我们在疫情很严峻的时候 我们立即对于台北市政府 承租付呢 台北市政府对台北市政府 承租付 我们减租5到7月 我们减租75% 是 75% 也就是1万块 你只要付2500块 对 相对相对的真的 很舒缓 舒缓了 对 然后呢 8到10月的时候 减租 因为稍微舒缓 舒缓一些 所以减租50% 一半 对 所以我们到10月份的时候 其实台北市政府 对于租金的短收部分呢 税收短收 就已经有31这多 所以但是 是我还是觉得 该协助的 非常时期 对 还是要协助我们的市民 我们希望大家共同度过 对 对 好 以上跟各位报告的是 这个是上个礼拜的事情 是 那这个礼拜呢 我们要先听音乐吗 还是 可以 我们先听一个音乐 先听音乐 我们再来讲说 休息一下 我们再来讲一下说 那这个礼拜呢 第一天 我们市长就开了一个 什么样的记者会 我们音乐结束之后 再回来谈 好 我们下车就开了一个 我们下车就开了一个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好的,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 是的,就是我们今天市长去参加了一个叫做台北市农乐政策白皮书的发布记者会 很多人听了之后都说,主任你有没有搞错?台北市哪有农乐?农乐占多少? 对不起,就是跟各位报告一下 就是我们也一直在探讨这件事情 就是说台北市的更可耕种的农地呢 大概占了台北市的多少 其实我们大概,我们市府里头,我们也都很认真的讨论了一下 其实 还是有一些 其实在2020年的时候,我们台北市统计过了 就是我们可以耕作的农耕土地的面积有3232公顷 占台北市的总面积是11.9% 哦,比想像中高一点 百分之11.9% 对,那从业的人口有多少呢? 很多人讲,台北市不是大家都跑到这边来上班吗? 对,对 对,因为不想要在中南部做农业 所以不想在宜兰做农业 所以就跑到台北市吗? 今天早上我们来讨论一个说 哇,每天哦 基隆市有15万人口 每天有7万5的人到台北市来上班 一半 一半 那我们就想说台北市提供了基隆人这么多的工作机会 那到底是基隆它的工业架构 就是工商的架构是有出什么状况 使这些人必须到台北市来就业 还是因为台北市居住的困难 所以跑到基隆去 然后基隆的这一条线非常的热络 就是包括最近不是市长说的基隆节影没有期了 对,因为基隆其实坐大都会的那个公车 跟首都客应的 算是蛮方便的 蛮方便的 说实话真的是 对,所以其实住基隆来台北上班 想想看每天有7万5千人 很可怕 对,那其实 所以你会想象 台北市发表这个农业的白皮书 大家都会觉得很奇怪 所以说说为什么今天我们来谈这个台北市的农业白皮书 其实 市长当时在做那个政策白皮书的时候 有特别提到这一块 对,这好像也是三几年前 对,是在109年的时候 对,我们一直就有提到这一块 虽然就说我们的耕种的农业从业人口 只有8735夫 然后总共有32476人 台北市有250几万人 那总共就32476人 在从事这个农业相关的 但是你可以想象一下 台北市真的是去做友善的农业的部分 还是是做农业休闲观光农场的部分呢 对,其实台北市是有的哦 你没想到你们去哪里摘草莓 对不对 还有你可能会想到猫空去喝个茶 对,这个都是我们很重要的农业的休闲 农场的架构的地方 还有最近在南港 南港很有名的包种茶 那南港有个大坑产业茶业中心 那个也是农业休闲的地方 所以我记得我还曾经带过日本的人 来台湾参访的时候 整个带到南港去看南港的制茶 他的制茶也做得非常的专业 对 所以台北市有这样的农业政策白笔书 当然有 我们首先是架构在友善农食农 为什么 我们想要鼓励大家都做有机的农场 对,就有机的农场 所以友善农业食农共生 就是你自己种植 你可以吃 你也可以多余的 也可以拿出来卖 目前我记得在疫情期间 我订了很多的菜 都是跟我们的白石符 就是我们的内湖的休闲农场 他们自己也有种菜 然后也有让人家来在那边学做菜 那也有让人家买菜回家 都是有教导人家怎么从 去摘菜照顾菜 然后甚至可以把菜苗 然后回家自己的阳台 很多人不是很喜欢在阳台 开心农场 对,开心农场 对 重一点 你看我要个薄荷 我再摘一下 对,我烤个阳排 我需要一个迷迭香 我就去摘一下 这样子 那我也种了薄荷 我也觉得很棒 摘个薄荷 然后炒个什么东西 弄个什么东西 上面放一朵薄荷 或者是泡个薄荷茶 那都是很棒的 画廊点睛 对,就是 然后另外就是台北市很重要一点是 我们倒不是说这个产业上呢 我们重点放在哪里 休闲农游 就是休闲农产 休闲发展为目的的旅游地景 比如说我们在内湖不是有一个吊桥很漂亮 很多人都讲说 它是紫色的 还是什么颜色 紫色的 上次我记得还有考过 对,就是内湖它就特别架售了 就是我们 由我们的产发局辅导他们 然后做成一个农业休闲的地方 你可以到那边去做一天的旅游 然后甚至我们的关渡平原 我们的关渡平原上次 我们今年呢 在秋天的时候 我们会举办什么 关渡平原的米 让你在那边采收 然后采收完了之后 也可以利用当天你采收的附近的菜 然后就做成一个在田梗中的午餐 好酷 对,就是我们把关渡平原 农产 我们把它做一个变成农产休闲的地方 体验食农 对,体验 就是像体验营一样 就很多的同学呢 以前我在这边念书的时候 很多人都说我吃猪肉 但我没有看过猪 但你可以来看看说 稻米它是怎么样形成的 收成 对,如何收成稻米 然后甚至我们让很多都市的 所有的这些生活中没有看过农产地的这些人 特别是小朋友 可以 对,可以来这边体验 很多是爸爸妈妈也不知道 爸爸妈妈带着小孩子 来体验说 怎么样采收这些稻米 然后稻米的采收过程 然后采收过程之后 我们再做一个 我们也推广一个 比如说田梗中的午餐 好酷 对,然后就在 以天空为帷幕 然后就在天空下 吃您的午餐 食欲特好 对,还有像我们也去采收 我也去体验 我们采收茶树 然后茶树的时候 我们就现场做茶树的精露 对,现场也都可以做 那另外就是你采了草莓 或者你采了 我们那天还去采 我们去体验的时候 我们还采了那个花 就是可以食用的花 可以食用的花 它一方面让你制造 就是跟高丽菜各种菜 擦成一盆很漂亮的 很漂亮的那个水果擦花 蔬菜擦花配水果 擦完花之后 其实那个你可以把它当沙拉来吃 对,那就是现场 我们也可以用采的茶树 但很多来参加来体验的人 都惊讶地问这个农场的主人说 我没想到我一直想做的精油的茶树 在你们这边有 在内湖竟然有没有可以有种 他觉得非常非常的惊讶 就是说没有办法想象 你是在台北市 台北市你的车程不会很久 不用到一个小时 你可以到一个 哇,完全看到小桥流水 然后还有吊桥 那你还可以去采草莓 草莓季你可以采草莓 草莓又可以现场 就是让你体验 怎么用草莓去做各种 甜点啊 还有做菜啊 做沙拉 就是让你体验的一种农产的 就是农食合一 农食 对,我们做的就是农食合一啊 就是说你可以 当然农场它也自己吃 但是它也有摆设很多有机 有机菜 你就可以现场在那边订 那甚至它可以从采收的 采收的一些就是农产品 它现场可以教你去做成各种 比如说泡菜啊 或者做成什么 做成豆瓣酱啊 做成什么的 现场还可以教你 所以很多体验营 每一次都 每一个提示 其实都是课满的 好 对,所以这个农业白皮书里头 其实我们强调了 在台北市经营农业的重要的部分 是鼓励有机的种植之外 我们也种在 种是在让大家可以体验 何以休闲 还有景观的永续 因为你在建造这个有机的农产的同时 你就会友善土地 对,没错 你就会友善土地 减少用药 再来你要用那个 你要把它建造成为一个 可以作为休闲的地方 就可以增加什么 台北市的景观之中 就是景观就会变得很漂亮 所以说我们的农业白皮书 很多人说 你要告诉我台北市有农业 那其实我们的着重点就是在于 修农发展 休闲农业的发展 跟旅游的地景 我们增加了我们台北市 在很近的进程 我们可以去做一个旅游 就是旅游的地景 那因为他要做休闲农场 吸引人家去 他的地景制造 也就会做得很漂亮 所以对于我们台北市的景观 山区的景观有很大的帮助 然后再来友善土地的话呢 就对我们的环境力也有很大的争抢 所以有机的种植也是对环境力的一种保护 山营的局面 对对对 然后再来就是任性永续 我们希望能够绿荣发展 就是这个农业的种植当时 其实增加了很多的绿地 还有增加了很多绿色的 植皮啊或者是一些 对 你就会看到很 你一走出这个中心 市中心 你可能到了休闲农场的时候 你感觉我好像到了一个度假的地方 对 这就是我们台北市 希望在农业方面发展出来的一种 协助农业的休闲旅游 目前我们比较 大家耳熟能详的就是 其实猫空 大家会常去 对不对 内湖的有白石湖的农业休闲 休闲农场 那里就有很多很多农场 阶级在那附近 你可以选择一家 你可以在那边体验 你可以在那边用餐 你可以在那边买有机的蔬菜 这个是台北市的就是 最棒的地方 对对 就是永续农业的 一种做法 对 而且就像我们之前讲的 那个大众走一样 我们只要花不了几十分钟的车程 我们就可以马上切换模式 马上都有巴士可以到得到 对 说到大众走呢 我们上个礼拜也有一件很好玩的事情 就是我们收到 1999收到了一个 妈妈写一封信进来 他说他的小孩子 跟着他走了七段的大众走 他全部走完了 好像有听说 三岁 哇 他说希望我们市长能够跟他颁奖 颁发一个赞 对所以我们就邀请他到市府内 所以市长跟他颁奖了 太酷了 一个三岁的小朋友 刚刚跳过要四岁了 我也跟他拍照 所以这个小朋友就拿到大众走 问他你走得辛苦 他说一点也不辛苦 我说好不好玩 他说很好玩 漂亮不漂亮 他说很漂亮 所以说妈妈就说我们小孩都可以走 我们台北市民有谁不能走 大家都可以走 大家都可以走 这个大众走 现在如果疫情慢慢舒缓的时候 就欢迎大家就是好好的到台北市的郊外 走一走 不但有农业休闲地方 没错 对你可以吃到很棒的 就是我们台北市当地的有机的食材 对 很新鲜 对你不用跨区 然后呢你也可以去做散步流的大众走 也可以做农游的体验 最主要是我们秋天到的时候 我们在农游平原 我们就会办这个田梗的让你体验 让你吃看看 我们的我们农游平原产的米 是不是跟日本的月光米很像 好 对 赶快登记一下 对对 欢迎大家欢迎大家 多多利用我们的休闲农场 这是我们的农业白皮书 重点就是这样子 好时间飞快了 时间飞快了 节目尾声了 好 那就就我们今天节目就跟各位分享到这里 那下个礼拜 同一时间 同一时间 在FM93.1台北广播电台 我们下个礼拜一 晚上见 再见 拜拜 祝各位有一个愉快 而且平安的夜晚 真的 拜拜 晚安